節目開始上菜囉 記得訂閱11點熱炒店YouTube頻道 她跟我男朋友還有我男朋友的全家人 去過父親節吃大餐 太爛了吧 什麼大渣男啊 對方鄰居就有一個女兒 那時候才高中 在她老公書房的抽屜裡面 女生高中穿著制服跟她的紅照 她是不是犯法 她也要搞得很扯 大部分的小生 她是愛那種搶贏的概念 對 搶贏 這個女生其實是一個百萬網紅 說她們之前是好友的關係 跑步的朋友 對 男生千萬不要相信自己的意志力 我至今沒有看過哪個男生 在抗拒誘惑 對 妳只能夠遠離那個環境 我的下面好涼哦 真的啦 怎麼了嗎 怎麼會涼啊 你們陽台的風好澀哦 一直吹進來 我沒有穿內褲 吹著我下面好癢哦 等等那個禮拜 你不要穿內衣了 氣到她到現在都不穿內褲了 對啊 來 11點熱炒店最高燥 不嗆不辣不上桌 最近有一句新的名詞 明明知道是小三 還要搶著去當 對 為什麼會這樣子 小三現在很熱門 好像一直都 當政公原配 問題很多 你知道嗎 老公對妳講話不客氣 妳還要負擔家裡面的大小事情 對 小三就只要談戀愛就好 就要就開心 還有錢 被寵愛 對 還被追 也不用在那邊洗碗 沒有義務 帶小孩 對 沒有義務照顧公婆 不用忍受老公的臭脾氣 對 不需要 因為男生面對她的時候 都是最好的一面 我一年級的時候 我們的隊伍就是 小一小一勇奪第一 我二年級的時候 變小二小二獨一五二 等到我生三年級的 小三小三 爸爸喜歡 小三 好難 我們今天要來好好 好好聊 真的 我們今天要來好好聊 你永遠 你永遠讀小三吧 好棒喔 都要三小四 今天的來賓們 就是真的是受過小三的一些 這種毒害 我們要來歡迎我們的來賓們 宇童 你好 潮欣 你好 哈囉 以及我們的林彈 天仁 哈囉 來 劉宇柔 加油 你們遇過什麼樣的小三 來 我先來一個狠的好了好不好 我跟你講 我身邊的朋友 每次聽到 或者是參與我的故事 都跟我想說 劉宇柔 你這輩子一定要出一本書 對 就是去記錄 你怎麼會知道這麼多事情 就是 沒有 他說你要去記錄 你發生過這些事 真的都太荒唐了 因為像我們今天這個主題 我第一個想到就是這樣 為了搶 我的天啊 這是絕招了 這是絕招 對 而且這是我本人發生的故事 你知道當一個男生在 有問題 就是 耍一些小手段 就是他有變心的時候 他都會有一些 SOP 比方說他的手機開始會關禁營 對 或者是他會有千奇百怪的理由 就是 你找不到他人 然後找到之後 他就會有很多理由說 他在 什麼 跑客戶啊 他在忙什麼 家裡發生什麼事 他每天都有說不完的理由 然後開始會在一些 比如說陽台啊 然後晚上會在廁所啊 就是 就是講電話 他跟你吃飯的時候 那個手機呢 就這樣子 蓋背面 對 很奇怪 就這些都是一個訊息 就是他有問題 然後 當時我這個男朋友呢 我就是發現他有一段時間 大概一個月左右 一直都有這樣的問題 然後 週末也會藉由說 譬如說帶家人出遊的這個理由 然後 然後那時候為期 大概一個月左右 我就覺得這個人太奇怪 就是很反常 但因為一個月他都這樣 我真的受不了 我也沒有說你給我看你的手機 或什麼 我都沒有 我是趁他在睡覺的時候 嘗試去登入他的mail 可是登入下一秒 我就覺得我好緊張 因為我不知道我要看到什麼東西 真的太發抖 真的 你沒有辦法點開任何一個mail 然後 但是我一進去之後 他那個list不就跑出來 然後他曾經有那個 傳過的所有mail都在裡面嗎 Sendmail 對 然後裡面就有 什麼公式的啊 有什麼啊 有什麼 然後我就看到那個 mail不是有抬頭主題嗎 對 對 然後上面就有說 有一個叫 我愛你 蛤 我想說他的mail裡面 怎麼會有一個叫我愛你 對 然後點進去看之後就是 男女之間的已經很多來往的回信回覆了 然後內容就是什麼老公啊 老婆啊 什麼今天發生什麼事情啊 然後記錄他們去哪裡的照片 全部都貼在裡面 然後我就會發現 哦 原來他 假日說跟家人出去 其實都有帶這個女生 跟他家人一起 對 所以他不能跟你聯絡啊 因為那個女生都在旁邊啊 可是他 可是家人他都沒有帶你跟他家人出去 沒有 但是 所以可想而知 這個女生跟他們家人 就很熟悉的 還是你才 還是小三 我不是小三 我真的不是小三 我跟你講我真的 他怎麼會這樣子 後面你就知道 他在故事機段直下 那個帶球的小三就是他自己 請到了一位小三來現場 他沒有啦 後面你就知道 他爸媽都見了 反而你沒見 然後 我就把這個女生的mail就記下來 然後 我就跟這個女生聯絡 我就跟這個女生聯絡 我就說我是他女朋友 然後 我看到這些東西了 然後我也沒有 當時我也沒有拆穿 我的另外一半 我是直接選擇跟那個女生聯絡 他女生也不誇張耶 他就說 他說我從小就跟他認識 他們好像是從小是那種 一起讀書認識的 還是什麼之類的 人家是青梅竹馬 你才是床入者 他就說 他說我努力這麼久 憑什麼你一出現 就跟你在一起 你是打電話給他 這個男生 這個男生之前 也交很多女朋友 也不是這個人啊 就是也不是 你看過他歷任女兒 也沒有出現過這個人啊 這個人從來沒有 我可以理解你的意思 對 這個就是單戀 他單戀這個男生 同顏之子 然後一直黏著這個男生 可能我不知道 當下我覺得 男生可能只是把他 當一個青梅竹嘛 妹妹 或是很好的 不敢讓我知道 我不知道 反正女生的 是這麼嗆的回應我 最後沒有這樣來回來回 來回之後 他傳了一張照片給我 是他跟我男朋友 還有我男朋友的全家人 去過父親節吃大餐 那他們就是在一起啊 那這個就是在一起 就是他的家人認定他了 然後 他就說 而且你男朋友 然後我想說 所以這個父親節 不是男朋友爸爸 這父親節也是男朋友 男朋友的父親節 天啊 什麼 然後他就說 你仔細看照片 然後我就看 照片他真的懷孕了 小腹隆起 不是 不是隆起 是要生了 你那個男朋友也太爛了吧 宇柔 是什麼大渣男啊 然後之後 我就跟這個男生談了 你怎麼會這樣解讀 我現在覺得他才是小三 不是 我覺得這個男的才渣男 他都把一個女人 肚子都快臨盆生了 他都不跟你講實話 真的很渣 因為之後我跟 一定要跟男生攤牌嘛 就是這個已經懷孕了 你在鬧什麼 他為什麼不講 然後他就說 我不知道他怎麼跟你開口 反正這個女生呢 就是從小一起 就是以前在學校認識 然後他很喜歡我 他超喜歡我的 他說那我也沒有辦法 他就是一直這樣黏著我 OK 然後他沒有跟他發生關係 他怎麼會懷孕 他就說 因為近期就是這一年 他就說這個女生 得了一些什麼 什麼疾病 還是什麼就是 絕症之類的 根治 超可憐 這個是 他就說就是相處時間太久 就有一天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這樣發生這件事情 我說男後勒 他說 他就懷孕啦 我說男後勒 他說 但我沒有要娶他 這個小孩生下來我會負責 但我沒有要娶他 你有要當後媽嗎 然後他就說 他就說 因為我沒有要娶他 所以我也沒有想跟你分手 他說小孩生下來我會負責 你們說姐妹們 爛不爛 超爛的 所以 等一下 所以你說我是小三嗎 真不是 因為 很明確這個女生就是自己來 他就欺騙你 對 他們只是一起來騙我這樣 然後女生也想因為被我發現 然後扶正 他想要扶正 把你逼走 姐妹們 這個女的是不是Green Tea 他就是一個Green Tea 他是 他是 他是大農茶 對 好嫩哦 他是很綠的 大農茶 那那也是很壞啊 男生超怪的 因為我得到的答案是這樣 那當然不能在一起啊 那分開之後 他們有沒有繼續在一起 說真的我還真不知道 因為我不想要再聽到 他們任何相關的消息 事到如今還是不知道 因為我太... 事到如今我知道 事到如今 就是最近這幾年我知道 是怎麼樣 女生真的把小孩子生下來了 對 然後他們真的沒有結婚 而且據我所知 這女生幫他生了 兩個小孩 天啊 那男的有沒有其他的對象 有 蛤 有 然後那個女的也願意跟他在一起 對 就是他生了兩個小孩 因為我沒有辦法離奇他們的關係 但這個男生後面 一直有交另外一個伴侶 然後但是前面 插足我們的那個女生 還是幫他生了第二個小孩 天啊 對 這個有點嚇到 我這三關真的蠻顛覆的 真的顛覆 現在還真的沒有婚姻關係嗎 都兩個小孩了 沒有 沒有 現在沒有 他現在還是跟別人在一起 來 那我想要補充一下 就是我其實我朋友也是遇到這樣的狀況 然後我這個朋友呢 他其實就是有交 他是結婚的 但是只有私底下幾個好朋友才知道 他是有老公 然後呢 我們是一群喔 一群好朋友 好 假設我跟他很好 但是他不知道 他有老公 所以他就慢慢地接近 這個男生 然後這個男生呢 也愛上了小三 後來正公有一次就是發現了 他跟小三就是 他的老公跟小三有曖昧 然後有一些親密接觸之後 他也沒有去怪這個小三 因為他覺得他可能是不知情的 因為男生就說他沒有結婚啊 他單身這樣子 然後後來他跑去跟小三講說 其實他是我老公 然後小三完全不怕喔 但是我們是朋友喔 他直接說 那又怎樣 他媽媽比較喜歡我啊 你有什麼了不起的 天啊 可是他們是朋友耶 就是會覺得 就是旁邊的人看了會覺得 對啊 因為通常因為朋友的話 會稍微想說 天啊 碰住了 沒有啦 在搶老公的時候 哪有什麼朋友 對 可是這個很 邏輯就很奇怪 就相關很怪 然後他也 我跟你講這個心態 我覺得 就像我們在搶一個 限量的經典 對啊 就是我們到了那個店 然後那個店員說 喔 這是有一個喔 全台灣只有一個喔 再也不會出囉 這個停產囉 然後有另外的人跟你搶 你會不會想跟他搶那個東西 但可是 你不會 可是這個就是那個意思 可是這個也不是 有一個這麼想要的包 然後Meddy跟他的閨蜜 然後閨蜜也想要 Meddy也要 Meddy就這樣 你走開啦 你 我不會 我不會這樣子 但是我不會讓 是真的 因為我會覺得 我為什麼要讓你 可是 不對 我覺得這比較像是 閨蜜有個限量的包 然後那個朋友覺得 這包好像要把他搶走 對 但是 但是那個包很廉價耶 就是這個包 我要講的就是 首先他要是金平才可以 他也沒有錢 這個男生沒有錢也不帥 就是 別人的都比較好嘛 但是這兩個女生很怪 就是他們還會為了 這個男生要給他錢 因為他 他們就覺得 那這個男生很會投資 所以我花錢在他身上 然後後來有一次 小三就直接跟正公講說 結果他就是真的懷孕 然後蹦出小孩 然後我這個朋友很可憐 就是已經十幾年了 然後都不敢再交男朋友 因為他已經不太隱隱 隱隱超嚴重的 他就是對男生會有的抗拒感 到你們兩個這樣講下來 那個小三要扶正的話 讓自己懷孕 好像也是一個蠻厲害的方法 電視上都是這樣子演 對啊 這就是男人不壞 而且我覺得有些男生是 完全看不出來 就是看起來好像很乖的 憨憨的 結果玩得很兇 因為我有遇過一個 我朋友啦 就是我有聽他講 遇到一個非常恐怖的小三 而且真的也上位 而且他是花了好幾年的時間 那一開始是我朋友 他們新婚 買的房子住進去 一層兩戶 然後呢 是兩個門對門的那一種的 好然後 因為就是想說新進來的鄰居嘛 所以對方 那一例外那一戶人家就會 就是來客氣一下 送個什麼水果啊 大家認識一下這樣子 然後對方鄰居就有一個女兒 那時候才高中 然後長得很漂亮 然後也很有家教 非常有禮貌 然後我朋友呢 他們就是夫婦 就對這個女生 印象也還蠻好的 每次進電梯啊 有時候停車 都會在樓下女生騎腳踏車 都會遇到 就一起上來這樣子 就有一次呢 這個女生就在電梯裡面 就跟我朋友 還有他的老公 他就在裡面的時候就說 啊那個 他叫我朋友姊姊 姊姊我跟你說 以後如果我要就是結婚的話 我的老公一定要跟哥哥一樣 一樣這麼帥 他好高喔 好喜歡他 然後因為那時候 他穿著制服嘛 所以我朋友就覺得 這就是小孩啊 他不會把他的話放在心上 然後這個小孩就長大 到了大學了 大學之後有一天 他老公就跟他講說 那個妹妹現在來我們公司 當實習生 所以 然後我朋友就覺得 因為是鄰居嘛 又是鄰居 而且就是老公自己講 老公自己講 你就會覺得很安心嘛 你覺得應該沒有什麼 然後平常 就是好像都會有往來 所以他就沒有想太多 但是呢就這樣子 一直後面到就是 他已經畢業了 有一天反而是這個女生 自己來敲我朋友的門 就跟我講 就跟他講說 那個你現在知道嗎 我現在是秘書喔 我升職了 我變你老公的 司機生現在變秘書了 對 聽到這裡就知道 就有問題了 很大膽 然後可是我朋友還是很 覺得很乖 因為他們剛 小朋友才剛出生 所以他那時候其實很忙 他在顧小孩 然後女生突然這樣講 他也覺得很怪 所以他就問他 老公就暗示問說 如果就是沒有我的話 這個女生是不是你的菜 我覺得你好像 跟他好像還蠻好的 那男生大概說沒有啦 因為他剛好就是念 就是我們的那個 相關科系 相關科系啊 我覺得做得很不錯 那剛就來我這邊就是當秘書 可以多學一點東西 反正講了很多的大道理這樣子 然後可是呢 在這一段期間 自從他第一次 就是到我朋友家 跟他公開講說 我是秘書了 然後後續就開始 就是這個他的外套 他上次就是放在我這邊 他拿外套 然後拿什麼 反正有些什麼飾品啊 還是什麼的 意思就開始在表態 就是我現在跟他很近 很近 然後甚至是我朋友在車上 又有收到口紅 然後收到一些有的沒的東西 所以那個小三 給他留了很多線索 他留了很多 他其實根本就很擺明 因為他每次去他家 他會直接就是 按門鈴就是去他家的那一種 就是說我要送東西 然後就開始噼里啪啦 一人 他幹嘛要這樣子忍 因為他有小孩 對 已經結婚了 因為他的重點是 他的小才剛出生 然後 我很氣要是我的話 他住對面 我直接跟他爸媽講了好不好 沒有 可是我朋友他就 沒有 而且老婆 不想要打破這個局 我的天啊 因為他太想維持婚姻 而且我朋友覺得 把這件事情講出來 他覺得很尷尬 叫他爸媽管管自己的女兒 而且重點是他 而且你這樣做就中了他的劑 因為有的老公就等著你翻臉發壞 他就會說是妳的錯 而且他就會覺得外面的好乖巧 而且老公 而且老公還是準時回家 只是準時回家的時候 都會送女生一起回家 可是這個太痛苦太折磨了 對 就很折磨 然後後來我朋友終於受不了 他就去翻他說 因為他不會去翻他老公的東西 後來就真的 在他老公書房的抽屜裡面 就是翻到他們 找到證據 女生高中穿著制服跟他的合照 從那個時候就有 拍立得 然後什麼卡片 哪一年 然後什麼的 從那個女孩子在高中的時候 就有 他就一直在收到這些東西 他是不是犯法 其實如果 對啊 這犯法 可是他只要沒有性行為就可以啊 談戀愛可以啊 但是重點是我朋友看到他 他嚇到啊 因為就等於 但這個故事如果 從那個女生的角度來看 是浪漫的偶像劇喔 可是 可是我朋友他等於被騙了 但是 我朋友看到他 表區的故事 對啊 哪有浪漫 哪有偶像劇 很恐怖好不好 但是有些女的 他就是好像中了血一樣 他就是要得到這個男人 然後所以他後來就是發現 這些卡片之後 他就跟他老公就攤牌了嘛 所以現在是要怎麼樣什麼的 那其實他老公原本是沒有想要 就是沒有想要離婚 可是因為 女生就是時不時就是會一直說 喔就是 就會直接來家裡拜訪 然後甚至是回家他就發現 這女的為什麼就是直接 在他家 這個女生是不是也有一點沒有用 你又控制不了這個外面的 然後你又不給正公一個交代 這到底是怎麼樣 而且他是把家裡的密碼給了那個女生 所以女生是為什麼回家 然後看到女生在家 就是我朋友嚇了一大跳 這很恐怖 這個男生沒有有用 沒有問題 男生就是 他後面的 什麼意思 他裡面有問題 他有問題 他問題很大吧 他問題很恐怖 這個男生一定恨不得 原配每天鬧 這樣他才有理由可以離婚 因為我跟你講 他內心世界愛的一定是秘書 所以男的故意要丟炸彈 讓原配發風 原配發越大的火越好 原配如果這樣說 那我要跟你離婚 男生 歌講得有道理 謝謝 歌講的這個 我們必須要事故一點 歌講的是有道理 因為男的這種 到了這種地步 他的心有多壞 你不會知道 所以聰明的 聰明的原配 他就知道男生心裡面在想這件事情 對 妳要理我偏不理 而且我每天還對妳很好 讓妳找不到茶來跟我理 對 也折磨他 真的就有禮婚 因為他最大的 要離的導火線是因為 因為小朋友房間不是會有那個 監視器 他們兩個就在 小孩子的 他帶小朋友出去的時候 他們兩個就在小孩子的房間 這男的也太明目張膽了吧 我們有直接告他 他可能還覺得 比較有感 對 他就告他 絕對告他 很扯 對 好 那如果 他們贏真心要在一起的話 告什麼也沒用 告就告他怎麼樣 就發點錢嘛 他會怎樣 但是我發現有 大部分的小三 他不是真的愛這個男生 你知道嗎 他是愛那種 搶贏落的男生 對 我一定要搶贏 然後他其實也沒有多愛這個男生 他搞不好在一起一下子就覺得 不好玩 他就去當別人的小三 我認識一個監 他處理小三 真的是我 怎麼處理 至今看過最有智慧的 他想要回歸家庭 他知道跟這個小三在搞下去以後 會家破人亡 可是這個小三很強悍 就黏住了 這個小三哪有那麼容易 我常講小三就跟鼻涕一樣 越甩就越黏 我感覺小三比較算盤 對啊 很黏 給他的錢他不會離開的 濃潭 然後這個監也愁眉苦臉 公司有一個財務長 那財務長就專門會制定策略 財務長就跟監也建議說 你不要這樣硬來 硬來 你會死得很難看 就給他出了一個策略 所以這個監也就送這個小三幹嘛 去念EMBA 米肌就是說 你要一個文化水平 你不能這樣子 我讓你成就你自己 對 提升你自己 讓你對我的公司 未來才有幫忙這樣子 那這個小三去念EMBA 看到別的監 看到別的 其他的老闆都比他現在自己 這個男朋友還好 對不對 然後慢慢的 他就愛上了其中一個盪 他自己走的 反正他變成 對他這個男朋友不好意思 你知道嗎 有一天終於攤牌了 不好意思 謝謝你這五年的照顧 那這樣子好了 如果你需要一點錢的話 我這樣當作 他就拿出兩百萬 說這是封口費 你不要去讓我現在的男朋友 知道我是你小三 我曾經當過你的小三 就解決了 所以後來就發現說 有一件事情 那個公司要處分不良資產 不要放棄 就是你要 對 就是把它變得更好 讓他自己走 好有智慧 這要很高招 對 這個要等 要忍耐 男生千萬不要相信自己的意志力 我至今沒有看過哪個男生 抗拒誘惑 對 沒有 你只能夠遠離那個環境 怎麼了嗎 為什麼會涼啊 你們陽台的風好澀哦 一直吹進來 我沒有穿內褲 吹得我下面好癢哦 等等那個禮拜 你不要穿內衣了 氣到他到現在都不穿內褲 對啊 好 沒有 沒有倫理就是要上你 啊 這是你遇過的 對 我遇過的 然後反正那時候就是 算是大學時期 然後又在工作 然後那時候的工作是 做美術場景這樣 然後就是有時候會出國 可能去東南亞那邊做這樣子 然後有一次就是 我就出國差不多五天這樣 然後後來回來之後也是 我就想說就是 我跟你講就是一個第六感 就是覺得 好像應該要看一下她的手機 然後就看一下 然後就發現 欸 有一個女生 然後這個女生呢 是她之前就是我們還在曖昧 還沒交往的時候 她就跟我講過說這個女生的存在 說她們之前是 跑友的關係 就是反正就是 跑步的朋友 對 對 反正就是跑友的關係 然後反正就是 她們以前就是有 有過幾次這樣 然後後面就沒有什麼 在聯絡了這樣 我就想說那就是 可能就是過去的事情 我就沒有想太多 然後可是我看到那個女生 跟她有傳訊息的時候 我就心裡面覺得 應該不太妙 應該是有什麼 然後我就看一下 欸 我發現 那個對話連不上去 就是 她有刪過了 有傳訊息 對 就是 她就是 很明顯 這妳也看得出來 一定看得太明顯了 因為那個 我其實 其實那時候那個男朋友 算很 乖乖的那種 木嫩木嫩的那種男生 就是呆呆的 然後很單純的那種男生 很傻 很容易被騙 然後後來我就問她 然後她居然就是很誠實的 告訴我這件事情 她說 沒有啊 她說那個 她說因為她 她密我 這樣就開始結巴 然後我說她密你 然後咧 然後她就說 沒有啊 她就說她要來找我 我說她要來找你 你就讓她來找你喔 然後她說 對啊 我想說你不在家 太誠實了 欸 很誠實 太誠實了吧 她很誠實 所以我那時候生 沒辦法生氣 因為我就想說 她是笨蛋嗎 就是 就算了 然後她就說她 那女生就來了 然後她們就是 在客廳就是有 有發生關係這樣子 然後就是 我問她做什麼 她都 那個男生那麼誠實 她什麼都跟我講 然後就在客廳有那個 她真是太誠實了 然後她當你是個屁 對 然後我聽到 我就覺得 真的當你是 嗯 我就覺得她可能真的是 就是因為就是 被被誘惑了還什麼的 然後我就想說不行 就是這個時候 我一定要搞清楚狀況 就是到底 到底是不是 我這個男朋友 說的這個樣子 後來我就跑去 蜜這個女生 因為 這個女生其實是一個 百萬網紅 反正 反正我就去蜜她 我就說 因為她也 那個女生知道我是誰 然後我就 我就去蜜她 我就問那個女生說 那個 就是 有些事情想要請教你 我說 請問一下就是你 你是不是 有來 就是你自己主動的嗎 因為我男朋友說是你主動來的 你問他好客氣喔 真的還請教 還請教什麼 因為我是覺得 妳算委婉了 對 對 我就是 我就是這樣女人 然後 然後我就想說 好沒關係 我先不要動氣 搞不好是我那個男朋友 講錯了什麼東西 搞不好女生是被騙的 說不定 然後結果那女生就跟我講說 她就說 她說對啊 她就說我們認識很久了這樣 然後偶爾會去找她這樣 我說那 那你來的時候 你不是有看到 我說你不是有看到 家裡有照片 你也知道她的女朋友啊 然後她說 對啊 她說我知道啊 但是 但是 這還好吧 她就這樣跟我講 這還好吧 然後我就想說 靠 我真的要生氣了 因為她跟我講說 這還好吧 在我要生氣的時候 她居然跟我講說 她說 我覺得讓你有這種感覺 我覺得我很抱歉 就是她 她居然先把我哄好了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覺得 因為她講話 真的是太有禮貌了 就後面 她超級有禮貌 她就說 我真的很抱歉 讓你有這種感覺 但是 她說姐姐 因為她年紀比較小 叫你姐姐 對 然後她叫我姐姐的時候 可是其實 更不爽 其實沒有 因為她講的方式 真的是很厲害的 那種交流高手 然後她就跟我說 姐姐其實 她說其實我們現在就是 年輕人 其實很多都有 她說她也不是只有 我男朋友一個人而已 她說 她說我男朋友只是 就是想說 就是很久沒見到面 所以想說就是關心一下 然後剛好就是 感覺來了 就開放一下 就來了 對 然後她就 這樣跟我講 然後我聽到她這樣講的時候 我就開始想說 就居然開始檢討自己 想說 難道是我的三觀 妳不夠開放 妳被他洗腦了 妳太傳統了 我被他洗腦耶 然後 妳是老古板 對 然後 死虎不化 對 老什麼老什麼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 牽騙一律 我想說 牽騙一律 我 不知變通 靈丸不靈 對 然後我就想說 不是這樣用的對不對 可能真的是 真的是我的問題吧 就想說 是不是我不夠開放 然後現在年輕人 因為那個男朋友 其實年紀也比我小 對 然後我就開始真的就是覺得 好吧 就是可能這件事情是我 他們 我就開始覺得他們沒有錯 我開始覺得 只是我們想法不同而已 就是我要的感情是 一對一 然後很專心的那一種 可能他們的不是這樣子 對 時代不一樣 所以我就 往這個方向去想 後來我就說 好 我就說我知道了 我說不好意思打擾你這樣子 然後 你還是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然後 他一開始禮貌 最後也是要維持禮貌 對啊 反正 好優雅 因為我覺得他有他的 就是 反正有他的想法 他是不是在男生誠實講 就是正攻比較不會那麼生氣 我覺得可能吧 對 就是因為 因為我覺得 就是如果那邊騙來騙去什麼的 我反倒覺得就是 到底是怎麼樣 可是我就覺得 其實他已經擺明跟你講了 所以你可以選擇 那之後你就要選擇分手嗎 我後來就分手 因為我真的 接受不了這件事情 Lala 你要說什麼 我之前有一段感情 因為其實我們一圈朋友 都知道我們兩個互相喜歡 然後也 默默認定對方是男女朋友這樣 但是我就是很重疑似感的人 我說你一定要 很認真的跟我告白 可能約了一個餐廳 然後帶著一束鮮花或巧克力 然後很誠懇跟我說 我想跟你交往 然後我點頭了 這我們才可以認定關係 然後他就問我說 那什麼時間點適合 我就說 快到啦 然後剛好也快到那個情人節 所以我們一圈朋友就是覺得很開心 我們終於可以 名正言順的在一起 然後在情人節前一天 我們就是在一個朋友家聚會 然後我們那一圈女生朋友就是 我們就圍著聊天 那我的旁邊一定是坐著那個男生 因為他們都覺得我們就是已經在一起了 結果那個男生的旁邊 坐著我一個朋友 然後他很會喝 他是我們 就是怎麼喝都喝不醉 對 不倒翁 這個名詞還不錯 然後那一天不知道怎麼了 他只是喝兩杯台啤 就開始開黃腔 然後超醉 然後連我那個男朋友 講了一個很不好笑的笑話 他就說 你知道誰猜拳永遠會輸嗎 誰 大家都知道是小叮噹 因為他就是只有拳頭 這麼爛的笑話 然後我那個高雄不倒翁 我的高雄不倒翁是女的 是女的 然後他笑了 坐在我那個對象 他笑了就算了 還倒在那個對象中間 然後雙手往鼠溪不摸 怎麼是小叮噹 小叮做事小叮噹 怎麼這樣子當了你的面 對 然後我就想到前幾天 我們幾個女生在聊天 然後因為我那個朋友是 這個算是 很敢玩的 要摸到要害 對 因為我們一群女生在聊天說 怎麼辦 我遇到一個雞雞很小的 可是我已經很愛他很走心 但我們性生活不美滿 然後我那個朋友就說 我跟你講 你以後要交往 要試車前 你就跟他去喝酒 然後喝兩杯你就裝醉 然後裝醉之後你就大笑 往他的鼠溪不一摸 嘿 四大四小 如果四小就說回來 四大的話就給他下去 這樣子 不行 我想說 這個不是他教我們的嗎 他怎麼用在我男朋友身上 然後我就 我還幫他想藉口 因為我看那個男生有 撐了一下 然後把那個女生推開 我就覺得 還有在尊重我 好 先不要生氣 沒有 那個有時候本人 掩飾不了 他撐一下 可是他鼠溪步 還是影響他的手 會這樣 然後一直說 別 但鼠溪步就不離開 人家都已經往後退 難怪他往後退還這樣 我整啊 他就整 整步都往後退 這個鼠溪步事件之後 他們兩個就去陽台呼吸 然後因為 不是他們兩個 你的對象也去了 對 因為我們那一趟 他為什麼要跟他去 然後他就是不尊重你啊 我們全場十幾個之後 他們兩個會呼吸 投煙 你確定那女生抽的是煙嗎 沒有 他也沒有關 他吸 他也沒有關窗戶 他吸的是煙嗎 合理嗎 合理嗎 這個對話 大事不妙 這個女的 開始有一些 嬌秤的聲音 然後就想說 在笑什麼 我們全部人就往外看 然後他就說 要不要好好說話 我那個男生朋友 其實就是一個 白花油子 這是什麼招募啦 很害羞的男生 他就說 怎麼了嗎 下面怎麼了嗎 因為可能陽台有風在吹 你說等一下 這個女的 用這麼拙劣的方法 那男的就真的上鉤啦 對 他就說 下面怎麼了嗎 為什麼會涼啊 奇怪啊 空穴來風 怎麼會這樣 他就說 下面怎麼了嗎 然後那女生就 腳就夾起來說 你們陽台的風好瘦 一直吹進來裡面 冷瘦瘦 對 而且重點是 我沒有穿內褲 所以我下面好癢喔 他直接講 他沒有穿內褲耶 手法是不是很拙劣 很拙劣 怎麼可能不穿內褲啦 一般都是什麼狀況 我沒有遇過 真的我沒穿內褲 這個是很猛的耶 他不會穿病嗎 然後因為全場就是 那個屋主是一個大姐姐 他想說完蛋 大事不妙 會不會啦啦 跟那個女的打起來 他把她衣服掀起來說 對 很涼 怎麼樣 你趕快去把褲子穿好吧 不是吧 就在我要生氣之前 那個姐姐就先衝出去 把他拉進來說 你怎麼那麼沒水準 沒穿內褲 來來來 我家有免洗內褲給你穿 就把他帶起來 這樣 你一嘴不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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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沒穿內褲 我真想說 你一定要去捍衛 你要捍衛你自己 我想說 全場朋友都有幫我出身 人的名字都嚇了了 那個氣也氣不起來 這個男的就不要了吧 對 男生千萬不要相信自己的意志力 你只能夠遠離那個環境 我至今沒有看過兩個男生 自駕烏人 沒有錯 有辦法抗拒誘惑 對 就是你唯一的意志力 自救的方法就是遠離現場 對 趕快走開 只能說記不住人 就等等 那個禮拜 我輸給一個沒穿內褲的 不倒翁 對啊 你不要穿內衣 好大 氣到他到現在都不穿內褲 對啊 你看那種沒穿內褲的 一定不會在一起太久 真的 沒有啦 我們剛開始他沒穿 可是我們也是希望他往後日子裡面 一件一件穿回來 怎麼對話 穿內褲你就沒興趣啦 可是 哥的意思是說 男生如果遇到一個 就是好像水準沒有那麼完整的 他可以接受他夠愛的話 他慢慢的再把他 對 整頓好 如果調不回來的話 那就當作玩玩囉 就是這樣囉 好 那個老阿姨 她傳了 所以那個女的三十幾歲 對 三十幾歲的阿姨 哪個中年人 宇柔也是三十幾歲 宇柔是阿姨嗎 宇柔是阿姨嗎 妳也三十幾 妳也三十幾 意想不到 怎麼說怎麼說 不是 一定是 是你遇到的嗎 一定是那個人讓你意想不到 重點就是 你知道女生就是會有一個 你知道雷達 就覺得說 真的 這個人對我沒有威脅 你懂嗎 要是有些你知道性感辣妹怪 就覺得說 不行不行 這個有危險有危險 然後我那時候就遇到 因為那時候我男朋友 他才剛畢業 他的第一份工作 賣那種你知道 那種小孩子的那種課外讀物教科書 他們就必須自己可能先花一點錢去囤一些 你知道貨這樣子 然後他們在自己像是跑業務這樣子 可能在學校外面可能遇到家長 就跟他們推薦這種東西 他等於有點小經銷商的意思 對對對就是要去推一下 然後去跑業務這樣的一個狀態 所以那個時候呢 他們公司當然就有人帶他嘛 然後那時候帶他的呢 是一個 就是之前的 就是他們可能公司那種可能 業績很好啊的那種前輩 我也看過那個前輩 那個前輩就是我一看就是 這個呢 他的長相就差不多 一定是大我們可能 十歲以上的那種 就是那種愛型的 然後就是感覺就是 人很憨厚 然後很OK說 啊你好什麼什麼的 然後他們那時候就變他們兩個一組 然後可能就是那個女的呢 就會帶他 然後帶他說 可能去看 去教你說怎麼去賣書 或怎麼樣的 因為我們剛入行有時候 對 要有人帶 有一個師傅願意這樣子帶我們 是要很感恩的 像 mentor 那樣子 對 所以我那時候也覺得說 那他們可能都是一起出去跑 我就慢慢覺得說 怎麼有的時候 他的工作的時間好像變得比較長 可能 maybe 你可能六點就可以 這差不多結束了嘛 他們可能會拖到七點 那後面我可能就想說 九點多該回來 我可能問他說 喔 要回來 但他回來的時候 可能 maybe 已經十點了 我就會想說 你不是剛剛就該結束嗎 他想說 就是因為那個什麼 他那個前輩 就是他要順便送他回去 但那時候你也還覺得說 喔 OK 對啦 阿姨嘛 就是熱心 對 很紳士嘛 對 我就覺得 OK 都覺得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然後後面呢 是直到有一次 那時候我男朋友 他跟他一個 我也認識的一個兄弟 他們要一起去澎湖玩 兩個男生一起去玩 可能散散心或幹嘛的 交往的就是信任 那你既然你要去哪 你跟你的那些什麼 跟那些什麼 那些人去什麼 我都覺得我不會過問 反正後面他們就去了 以前不是有流行到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 相簿之類的 我就看那個男生 就是我的那個男朋友 他的兄弟 照片 就是有拍到 可能拍風景或幹嘛的 然後我就一看 欸 這個照片裡面 怎麼有一個 就是熟悉的身影 老阿姨 就是圓圓圓圓圓就覺得 這個 這個體型 媽媽的背影來了 對 就覺得 這個 怎麼 所以你就覺得不對勁 就是不對勁 你知道 明明是兩個年輕的男生 為什麼畫面 你會忽然可能遠遠的拍到 一個年輕男生 然後旁邊有一個 中年婦女的感覺 所以你就覺得 我有 備注留言嗎 阿姨好 阿姨妙 阿姨床上很會叫 沒有 沒有啦 但我跟你講 我就立刻問我男朋友說 就是 妳有用請教的嗎 當天的 對啊 我想請教妳 不好意思請問一下 沒有 我剛剛有說 我說 不好意思 我想要問一下 我好像看到一個 淚阿姨的人 沒有 淚姨啦 是否就是我認識的 那位姨這樣子 我就叫她問 結果後面我一問喔 重點是你知道嗎 我男朋友也是屬於那種 就直接跟我說 對啊 我想說 我覺得有的時候 男生這樣也很讓人家討厭 你知道嗎 你好歹騙我一下嗎 他願意騙妳 表示他對妳還有心 對 你好歹在那邊裝了一下說 有嗎 我不知道 我也就認了 他就不裝不言 對 也不裝不言 他也不裝不言說 對啊 那個人 他也一起來了這樣 我說 為什麼他一起來 不是你們 你們兩個一起去的嗎 就是你跟你哥們嗎 他想說 因為他們可能有聊到這個事情 然後就有聽到 然後那位淚 那位阿姨 好 現在就叫阿姨好了 就叫阿姨好 現在有點不好意思 那位阿姨呢 就說 那你們要去 那他剛好他也就是沒事 他想說 那可以 我講說一起去 所以他說一起去 你們知道他去 他說 對啊 因為他就說要一起來 反正他們也沒有特別的 就是什麼什麼問題 我想說 可是什麼事情讓你懷疑 你男朋友會跟一個老阿姨在一起 不是啊 就是因為後面就看 首先我就覺得了 不管那老阿姨什麼 什麼樣的一個狀態 你們 本來阿姨就阿姨 現在變成老了 本來 從阿姨變老阿姨 如果那個時候你們二十幾歲 那那個女的也才不過三十幾歲 他講故事講到有情緒了 不是 你知道嗎 你先把他講到他六十歲 他到底幾歲 等一下 我剛剛非常的有禮貌 但是到姐妹們聊天 那個老阿姨後面什麼疑什麼疑 是你們看誰我的 那個時候你們是幾歲 所以那個女的大概到底是幾歲 那個時候我二十幾歲 那所以那個女的三十幾 對 就是我跟你講 他的長相就是絕對就是一定 我這麼看他就一定超我十歲 就慈祥的中年人 對啦 就是 三十幾歲的阿姨 哪種中年人 宇柔也三十幾歲 宇柔是阿姨嘛 我慈祥愛中年 宇柔是阿姨嘛 你也三十幾啊 我也三十幾啊 不是啦 不是叫老阿姨嗎 沒有沒有 反正因為重點 我只是覺得說就不對啊 你找他去這也很奇怪啊 那就是反正我就已經有點生氣了 然後我男朋友他就跟我講說 他就開始跟我 他也是有點你知道 開始搭訕了 就想說 欸不是啊 你就是很那個 他就說我很情緒化 明明就沒有什麼 然後沒幹嘛的 然後為什麼我每次都這樣子 讓他覺得 好喔 來開始找你查 來看你看 第一開始先要是把事情怪在你身上 就是他跟這個女的有問題 他經歷找查模式的 然後他就講說那個阿姨來有什麼關係 他們就是平常工作就是很 那個阿姨也很照顧他 也幹嘛的 也會幫忙他什麼的 所以他們就只是 關係非常好的 就是為什麼我要發瘋 在這邊去為了這件事情 在那邊吵吵吵吵吵 然後後來就因為這件事情 就分了 就分了 他跟阿姨呢就如願在一起了 欸他跟阿姨好像還真的有 你知道越走越近 越走越近一陣子了 嗯 對 我覺得 為什麼男生的第一個招數都是先把事情怪罪在 對 怪罪我真的沒有 可是你給我們解讀一下 我們需要了解 我們要怎麼應對 我這麼完美 所以像喬馨他真的 他真的覺得有原因 應該要討論 可是一討論 他的男生第一個反應都會說 你是你要發瘋了 你要發瘋了 他本來跟阿姨不見得會在一起 可是因為你一直亂一直煩 那你在亂的時候 他就惱羞成怒 那目的呢也是要造成 你們吵越胸越好 吵到最好你自己提分手 因為 但我真的沒亂 我知道哥的意思了 因為他的意思是說 男生他的腦子跟我們不一樣很直 他就會覺得說 這個女孩子對我不溫柔 還要責怪我 我根本沒有跟這個阿姨怎麼樣 說我跟這個阿姨怎麼樣 那乾脆我跟這個阿姨在一起好了 然後他一轉 他這個阿姨這個阿姨會說 你今天還好嗎 你吃飽了 沒有什麼 他就覺得說這個是溫柔 然後你就是神經病 怎麼啦 你跟女朋友吵架 我就跟你講那個瑤瑤 就說年紀小不懂事 你要找一個懂事的 你現在在事業當中要發展 你每天這樣被他亂 是要怎麼成功 所以男生可能到最後 他也不是外貌協會 他要的只是一個溫柔 但是小三大家都印象中 會想說是那種小可憐啊 然後灑白天啊 但那種手腳不乾淨的不倒工 真的要注意 對 就是他們真的很可怕 然後另外一個真的就是老阿姨 老阿姨 老阿姨手腕 我跟妳說 因為我男朋友他資深就是 到南部去工作嘛 就人生地不熟 他曾經碰過一次老阿姨 但我男朋友是被嚇壞的 但老阿姨變成一個名詞了 可是因為老阿姨感覺赤面劍很多 然後他就知道說 這個男生 他很會抓男生的心 小男生資深到台南 就是到南部來 就是我要跟他說 什麼地方好吃 什麼地方好玩 哪邊有便宜可以去 限陰情 他就是每天限陰情傳訊息 一直到喔 一直到 他突然有一天晚上很晚 大概十一二點 他傳了一封訊息給我男朋友之後 我們就馬上把他封鎖 然後我真的笑他一輩子 到現在才在笑 因為那個老阿姨 他傳了 是不是有愛河 十一二點傳這個給 愛河啦 陳青湖啦 陳青湖啦 中獵池啦 對啊 壽山動物園啦 壽山金湖啦 壽山 對啊 丟和葉子 對啦 而且老阿姨很敢講 老阿姨不會跟你在那邊 什麼周旋還是迂迴 老阿姨的斬釘結底就是 我要 我現在就要做 然後你就是弟弟就是 來 阿姨可以教你很多 妳講對了 為什麼 為什麼老阿姨會很吸引弟弟 你知道嗎 我剛剛講那個順口溜 他原文是 阿姨好 阿姨妙 阿姨 有這個順口溜 有 不必交 不必交 因為 他長得漂亮 他也有一個高度在 床上跟XX一樣 極端不配合 然後你還在那邊求一高奶奶 麻煩你翻一下好不好 啊 煩死了 阿姨不會這樣 阿姨床上不必交 阿姨 他會主動 阿姨會換到下一個姿勢 叫你來 就是說他 阿姨本來躺著 他自己會 他會跳這樣 他在怎樣 然後 然後動完以後 他腳會自己在那邊 朝天凳這樣子 然後你 阿姨筋骨確定這麼軟 他自動會做下一動 他的意思是說 阿姨筋骨就算不軟 到床上就軟 對啊 所以阿姨服務好啊 對不對 阿姨 那自己的女朋友 有時候就態度高傲啊 然後又不配合啊 阿姨不用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不是 那有些女孩子他不會嘛 他就會比較不會 所以阿姨的廟就在這裡啦 但是你那個 阿姨也沒有到很厲害 為什麼 因為他還會留下照片 被你看到 我跟你講 阿姨絕對不拍照 阿姨從來不運動 阿姨照嗎 因為阿姨怕流下遺憾 所以阿姨也從來不運動 流汗了 這太好笑了啦 靈彈 我遇過的是 星辰報復 回我幸福的小三 就是跟你本來就是仇人的 那一種 他回到你幸福 其實是同班同學 就是我以前讀書的時候 都是跟我們班上一個男生在一起 所以我們是班隊 然後我們有很多班隊 所以其實大家都很幸福 然後那時候 我男朋友就開始慢慢 對我很冷淡 然後變得很不耐煩 可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就突然有一個月是這樣子 後來到時候呢 就是 寒假到了 然後那時候過年嘛 我就開始覺得 就是心情很不好 每天都很不開心 我就去拜拜 然後我就說 我想要就是跟我男朋友關係 變好一點 然後這個時候呢 其中有一個女生 就是我們同班同學 他跑來關心我 然後這個女生呢 就是每天都說 你跟你男朋友還好嗎 很關心你 對 關心我 然後近況怎麼樣 然後你跟他怎麼了 那要不要我去幫你解決什麼 就開始關心我 然後我想說 哇 這個女生也太善良了吧 很像天使一樣 像幫你耶 對 因為 就是只有我一個人在難過的時候 全部人都在玩 然後只有這個女生 跑來關心我 然後我就覺得 哇 哇 你好棒哦 就是人美 然後心也美這樣子 有被溫暖的感覺 對 很溫暖 然後後來我就去求神拜佛 結果 拜佛 我上去求神 因為我那時候太難過 我每天哭 然後後來有一次 我在臉書上面 我打說 我就take我男朋友 然後他在底下留言說 我也好愛你 然後後來呢 我就剛好 就是女生的第六感很準 我就只是無聊去登她的臉書看 結果這個女生 就是關心我的那個女生 跑來me我男朋友說 原來你還愛她 你不是說你最愛我嗎 難道前陣子跟我講的話 都是屁話嗎 然後我一看到我嚇到 我就想說 怎麼會突然這樣子 我就假裝我是我男朋友 跟他聊天 我真的假裝 然後我就說 我就開始覺得很怪嘛 我就直接說 寶貝 我就真的這樣講 我就覺得 因為他們感覺是有偷吃的 然後他就講說 我們前陣子不是在一起很開心 看電影 然後什麼什麼吃飯什麼的嗎 然後我開始後來 我後來就是看到他們的一些 我其實心裡 多私密 就是可能有 直度到哪裡 你們那時候不是學生嗎 就是學生 學生也可以有私密啊 這才幾歲的學生 我們國小六年級就在談戀愛了 一起去跑步的照片嗎 就是一些有枕頭的照片 有枕頭 對 那有沒穿衣服的嗎 沒穿內褲的 沒有啦 那我知道了 沒有穿內褲 好,反正我看到之後呢 我就真的很難過 我就直接說 我是零蛋 蛤 然後我以為他會跟我道歉喔 結果他沒有耶 他說 他在罵你喔 我就是要讓你體驗 就是 我才回想起來 原來就是我上一個男朋友 上一個那個男朋友 是他自己主動追我 可是這個女生很單戀這個男生 可是這個男生沒有選擇這個女生 他選了你 他選擇了我 所以他 後來我跟下一任男朋友在一起的時候 他就覺得要報復我 他要讓你體會這種痛苦 對 然後我就想說他怎麼會這樣子 後來我大發飆 我直接PO社群 我就把對話記錄 然後跟 就是他們做的事情 都PO在那個網路上 然後隔天就是全校 只只點點他 然後他後來就是有點受不了 被指責 他就轉學走了 女人真的是何苦為難女人 為了一個男人真誠這樣子 還要什麼風在吹 什麼下面很涼什麼東西 我聽了我真的是覺得 我都好緊張這樣子 對啊 情場也如戰場一樣 所以千萬不要相信身邊的人 剛剛美女講得很好 那個包包在那邊 你想要 我也想要 我為什麼要讓你 對不對 所以大家要維權 維護自己的權利跟利益 要保護好自己 這個也很重要 我也比較好奇 高雄補導翁酒量還是 一樣好嗎,現在 聽說還是很... 他們好在一起嗎 他們就是在一起沒多久 然後男生就被甩了 OK 好,那就祝福大家囉 都有好的歸宿 有情人、忠誠眷屬 對啊 謝謝 謝謝大家,謝謝 謝謝